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另一个题目我会深化的 就是一系列与人才培训 澳门政府投放了很多资源在教育方面 但是远水不一定能够近火 我们长远应该有一个规划 就是我们能够完全承担这个中世 但是短期内我们手上有的澳门人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加速呢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人才发展的加速器 的一个概念 就是希望使得青年人 能够有机会和大型的国企 有一个实习的机会 和中科院、社科院 有些学习的机会 或者游学的机会 从而使得一 青年人可以更了解国情 二、更加认识国家里面的制度 三、可以有更好以后的人民的发展 将来他真的评为澳门的特首 澳门的司长 或者澳门的总经理 他都知道哪个地方 可以找到一些人帮他做决策 或者提供一些意见给他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 就是不只是了解澳门 现在我们日澳区域合作 更融合国家的大政方针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掌握到国家的写情文意 明白到他的体质的运作 这样才能令澳门人 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走得更远 所以我希望提出 就是这个人才发展加速器 就是希望能够 让国家给更多空间 给我们青年人 另外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意见题目 我们都会反映一些 譬如好像会计界 或者有一些教育界 对于他们一些学历的认可 虽然国家是给我们向通的对接 但有一些是要去到内地 比较麻烦一点 对澳门人来说 我们希望争取便利化 就是过关去便利化 认证可否便利化 邀请国内有关的单位 在这里自己住宅也好 或者通过委托的单位 让他们的认证可以更快 考试的时候 澳门可能人口真的不够 所以在独立一个考区 澳门未必实际 可否融入香港的考区 那会更方便 因为澳门和香港 始终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觉得过关很轻松很快 而且也不是一个难事 所以在这几方面 我也希望争取一下 专业的发展 也可以通关 有它的便利化 因为其实这几个环节 都可以使澳门人 在短期内得到更大的认同 这些正正就是我们需要 多些做功夫的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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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